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福田绍 最近网上流传这么一样照片 在某研制基地附近出现了一个新型的航母平台 那么这个航母平台有网友分析 它是我们国家正在研制的新一代的航空母舰 关键是从照片上人们还看到了好几架舰载机 摆在这个水泥的航母平台上 这些舰载机种类繁多 包括舰载直升机 甚至还有舰载的战斗机 这个舰载战斗机不是歼15 而是从来没有露过面的一款 具备隐身能力的中型舰载战斗机 那么说明我们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 研发新一代的航空母舰和新一代的舰载战斗机 当然摆在这个水泥平台上的舰载战斗机 是一个模型 而不是真机 但是它的外形以及相应的尺寸 和真实的未来的舰载战斗机是一致的 为什么要把一个飞机的全尺寸模型 把这一个全尺寸的航母平台上 他们要干什么 要做什么样的实验 我个人看法是要做一个舰机的适配实验 那么舰机的适配 种类繁多 需要在先期做大量的工作 过去在其他国家研发的军舰上 我们很少见到在岸上建一个全尺寸的军舰模型 而中国可以说开一条新路子 我们一些重要的大型海上平台 往往都在研发的过程中 要建一个全尺寸的陆地的水泥模型 来验证相应的技术 考核相应的系统 这个有点类似于军用飞机研发过程中 要造一个全尺寸木模或者金属模型 因为全尺寸飞机模型 它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考核 验证各个系统的设计 布置是否合理 中间是否存在着什么问题 甚至包括它的建磁兼容性 做的是否到位 做舱的布置是否合理 人机化的水平如何 那么现在把一个全尺寸的飞机模型 摆在了一个全尺寸的 或者是半尺寸的航母平台上 那么他们要干什么事呢 前面说到有可能建机的适配 这是要做相应的工作的 比如说舰载机 特别是舰载战斗机 摆在航母的什么位置 它能够摆的数量很多 怎么在甲板上进行运作 这些都是要先期考虑的 这里面包括舰载机 在哪起降 在哪降落 留下的甲板空间 能够摆放多少样舰载机 舰载机的转运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方愿 再一个方愿呢 可能要进行相应的电磁兼容实验 军舰本身是要做电磁兼容实验的 飞机在研制沟通中也要做电磁兼容实验 比如说你打开了雷达以后 对舰上的或者是机上的通讯系统 以及各种各样传感器 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呢必须认真的考核 一旦发现问题必须立刻改进 否则当航母已经下水 完成了试航 你再把舰载机放上去进行相应的适配研究 可能会出现很多难以一时半会解决的问题 这就会大大延迟他们形成作战能力的时间 那么如果把这些工作先期做完 尽早发现问题 尽早进行相应的改进改行 有可能呢快速的使这两种平台啊 都达到作战的要求 而且呢双方之间的工作呢 互不干扰 环境呢显得更加友好 这对保证航母的正常运行 以及舰载机的起降安全意义非常重大 在先期做好这些工作之后 我想这些工作做好了 中国下一代航空母舰的发展 以及中国下一代舰载机 特别是舰载战斗机的研发进度呢 将会大大的提前 那么从而呢迅速形成作战能力 这一点应该说是中国研发新兴武器专卫平台 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而这个经验呢 从国外往目前见到的比较少 也可以讲吧 它是中国在武器装备研制领域的一个重要创新 这个创新有助于推进中国水面舰艇 以及空中各型飞行器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亲爱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